聽故事囉 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慢吞吞英雄 文王洪哲 會 侯小言 出版社健康大腦 發展 有限公司 那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球球一直在演唱 爸爸媽媽一直叫球球 吃快點 要被吹了 球球覺得很討厭 但他還是慢吞吞的 因為他在忙的看通可惜 突然間球球看到嘴巴邊的烏龜 羨慕的說 你們都可以慢慢來真好 看著看著就怎樣睡著了 躲在石頭後面的烏龜大聲 聽到了球球 說的話 原定給球球一些考驗 起床囉 一隻烏龜叫醒球球 球球醒來 發現身邊有好多各式各樣的烏龜 你好 我叫當歸 你迷惑了嗎 沒關係 我有好多好朋友 我們會幫助你喔 球球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剛見他們了嗎 圓龜 菜桃龜 西龜 人形龜 霹雳龜 這天是烏龜車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大家要跟球球加入 球球雖然有點緊張 但是估計遊戲是人家 菜桃龜說來吧 大家一起唱歌 幫自己加油 第一個比賽是跑步行 沿著橢圓形 的時候走 看誰先到終點 球球正在動動腦 你能跟他一起過關嗎 接著是投籃比賽 請仔細觀察籃框上的圓點點數量 將球投到相同數字的南框中 西龜很快就投完了 但沒有按照規則 卻仍然得到第一名 球球很生氣 又覺得不公平 不想再繼續比了 突然烏龜大神出現 球球很久以前 烏龜村曾經遭到大總間的攻擊 從那個時候起 烏龜村運動會的比賽 只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快 我們烏龜祖先 過去一直都是 悠悠戰爭的生活 有一天 村子交到大總家的攻擊 動作滿的烏龜根本來不及好 為了活下去 烏龜每天都要訓練自己快 小朋友 你也幫烏龜躲冰到腳家 你來冰到什麼 球球聽完後 終於了解了 為什麼要快 因此決定 你再重回運動會 繼續挑戰 這真是比較遠 可是大家都沒有辦法 跳到河流對岸 想要放棄 但球球告訴自己 不行 爸爸說沒辦法 就要想辦法 球球 靜下心來 終於想到一個好辦法 就只剩兩塊石頭了 你能幫當歸寫出證券 形狀的石頭嗎 突然間火在警報箱 停 這裡是我了 龜們都慌慌張張的到處亂跑 這時 球球想到老師教的越急 越要冷靜 於是球球找到最低的消防水管 請當歸打開 正確的開關 但當歸不知道哪一個才對 成功滅火後 球球一直在想 火災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你能陪球球一起排練 這些事件的順序嗎 這天 大腳鴨又出現了 烏龜們都很緊張 球球鼓起勇氣 告訴大家 大腳鴨其實是人類 小球說只要我們大家先解決大腳鴨 讓我們的聲音被人類注意到 就不會再被攻擊了 可是烏龜們的火影器 找了零件 小朋友 也能觀察每條管線上的星星顏色排行 告訴烏龜們 問號裡要放上什麼顏色的星星 才能修好火影器 人類終於聽到烏龜們的聲音 知道愛惜小動物烏龜們 都稱讚球球是英雄 解決烏龜說的災難 可是球球卻說 各位 我想念我的爸爸媽媽了 這時烏龜大神出現 他告訴球球 找東邊的路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了 而且和烏龜們依依不捨的道別 大家再見 今天的故事已經結束囉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 大家可以買來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